大家好 我是五仔 大家好 我是OK仔 這一節這個新聞看到父愛 還有這件事真的跟你雕探 什麼事? MIRROR的演唱會意外 看到ViuTV有新劇出 就是孫圈和姜浩文 這個配搭 孫圈是否古天樂找回來 和介哥不朋友 孫圈和古天樂是螢幕情侶 現在回答黑仔 他們這邊很開心 嘻嘻嘻 但那邊雙 Moe針灸療程 首階段完成 爸爸如何愛子 我們看到 爸爸剷了頭髮 剷了兒子 願為他付出 這是很感動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 我們最新的消息 MIRROR演唱會事故後 這個舞蹈員 李啟然 Moe現在是老神經外科病房留意 家庭發展基金總幹事 有一個叫做 羅乃孫 昨天轉發 Moe的爸爸 李成林牧仙 第八封的代討信 Moe的針灸療程 完成了一個階段 中西醫會探討下一步的安排 合適的治療 希望Moe可以盡快康復 爸爸表示 對Moe手術的支持 他自己也剷光了頭 願意為Moe付出 而他和其他舞者會面了解 希望大家 除了為啟然 阿峰 其實還有第三個傷者 Cesar 受創的身體 能夠平穩康復 也同樣需要支援每位 舞者身心社會上康復的討告 我們看很多影片 通常你在外國 小朋友要做治療 爸爸和他一起剷光頭 妹妹和他一起剷光頭 這些都是一些很 以示支持 鼓勵 他說過程中 又不認識他們的理髮師 多次詢問 真的要剷那麼短 他認為是親情的支持 和體驗 所以就做了這個行為 我自己 很認真去健身 很認真去修行的時候 很認真去修行的時候 我都會剷光頭 你經常見阿五仔 為何會剷光頭 很方便的 不用想頭髮怎樣梳 怎樣吹 出來洗完澡 抹一抹 就走了 這個是非常方便 對著自己心靈上 有些要支持的東西 是幫到你的 解決了那些煩惱師 看到大愛 爸爸和哥哥 都有這個行為 文宗透露 他說一家終於 在較早的時間 與其他和阿Mo的同行舞者會面 大家相擁互相支持和鼓勵 也了解今次 演唱會發生事故的相關事宜 我想到這裡 MIRROR十二子一起剷光頭 就拍攏手掌 是 連武者全部 會不會啊 全部剷光頭 會不會啊 大假髮 那又沒有意義 有人會不會說 剷光頭 又不是不見得人 用全新的形象 視人 對 這個更好 如果說 十二子光頭 加上舞者的光 是世界新聞來的 這個 用這個形象 走出來 做他們 是否叫做 復出的第一步呢 如果是這樣 可能 得到大量的正評 他爸爸現在說 作為父親 能夠用雙手去觸摸啟然的臉 一個滿足的微笑回應 互相的眼神對望 已經是觸動親情的一刻 希望大家 一起討告 他有個代討信 他說 耶穌說 我的恩典夠你用 因為神的能力 是在人最軟弱的時候 顯得完全 歌 這個叫歌林多後書 十二章九節 一邊講一邊講 說回他們的情況 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希望他盡快康復 但是 ViuTV已經走出了仇人慘霧 其實都要走的 人總是繼續向前走 一件慘事放在這裏 被認為是慘過死的一件事放在這裏 但是這間公司本身是做娛樂觀眾 娛樂人 你見他們出來做宣傳 是笑臉迎人 真是沒辦法的 真是很慘 很多人都 之前在TVB都會去ViuTV拍劇 這次要講一下孫圈和姜浩文 這個組合補新鮮 原來對上有幾個很出名的 已經去ViuTV客串 黃德斌、簡武華、鄭少秋也有份嗎 這個我也不知道 陶大宇也有份 劇集播出後 其實他們的反應也不錯 因為觀眾覺得有新鮮感 報導指出 孫圈將主演ViuTV下個月開拍的 還要拍的興起劇 男主角就是金像獎最佳男配的姜浩文 黑仔哥 另外也有指出名走騎尼路線的男團ERROR 四子傳上陣 就會做古惑仔 他們的角色就是做這些 就是嘻嘻嘻的 報導指出 孫圈和姜浩文主演的新戲 那個主導者 著名監製 叫做陳喬英 他之前的代表作是楚流香 嘩這樣就很久了 上海灘 香港八義 《射雕英雄傳》八十年代的編劇和編審 2019年曾經和ViuTV合作過 由黃秋生參演的劇集《理想國》 上年在無線有智能愛人 這套 即是阿里那套 他是做編審和監製的 就是宣圈加盟 ViuTV 有沒有興趣去找找找找 因為其實很多無線藝人都過去 但是收視很一般 你問我就覺得 現在有報紙 報導一下 這樣組合 就是TVB這樣轉過去 對 拍完之後 他會不會搞宣傳的 我們都不知道 之前你看過的劇集 拍完就算了 靜應我勾這樣 不要這樣 你有 gimmick的 你可以做到 noise 這些劇集 孫圈 搭姜浩文行不行 你只是這個組合都新鮮到爆 古天樂就實行 古天樂彩你都傻 他又怎會做這些 他的生意 在上落 就不要說生意 他很忙碌 是不是 忙啊 他又要多 尤其是搞戲那部分 他已經忙到踢了腳 孫圈最近有個訪問 說自己只剩下半條人命 是啊 照撐古天樂 明日戰記那裡 當然在說 九味露面的孫圈 現在都要抱抱頭了 因為接下來又要拍劇 明日戰記的手影禮也有他份 他說他很累 累到 只剩下半條人命都要撐古天樂 他坦然說看Marvels的戲很多 有機會都想參演 其實孫圈和Marvels在香港來說 除了梁朝偉和陳發拉之外 他都很大關係 你知道嗎 是嗎 香港迪士尼樂園 那個Ironman館 孫圈 是 這個知道 孫圈就是在那裡 而我想說 其實我一直覺得孫圈 不是很漂亮 很艷的那種女性 但是呢 我排排隊見到你孫圈 我感覺到很溫暖 整件事 為什麼你在那裡 這麼熟悉的面孔 還有他做行政的裝束 扮Marvels裡面的工作人員 那些指揮那些 真的是很fit fit class 我很喜歡 孫圈的角色令到我 看來看得多 他自己也想參演 對於古天樂 有意開拍劇集 孫圈可以做小角色也很滿足 當然啦 你大角色 對著陸部 對著陸部 是啊 很辛苦的 他說 變了樣子也可以 你可以自己要求 張家輝上次都是自己說變的 說變就變 孫圈透露 早前去杭州 未做過的直播大課 他說不錯 事前要求要選擇有質量 我才會播 也要做足功課 始終藝人是保證 怎麼可以壞了名字呢 蜜頭很重要 所以他要謹慎選擇 賣給別人 他要小心 好可愛 孫圈在大陸找食 有人說他吃北水也有 這些嗎 不見有 也不是原因來的 所以回不回大陸那些浪費鬼氣 大家不明白 有些人如果那件事不是過範 就真的面目可憎 是不是這個意思 沒錯 做藝人最重要是面目 孫圈的樣子很入屋 真的看了幾十年 他說做了三場直播 試過在鏡頭前坐了六個半小時 用不太辛苦 他說 一開始都害怕不知說什麼 但是說說說說又說得挺開心 他說 直接飆眼淚 笑到 他說 我當是分享去做而已 不是看數字 其實可能生意也不太厲害 可能合格 不知道 同時 專門來支持古天樂的周秀拿 就說很欣賞古天樂 看完科眼片說日後有得做就好了 每個人都說有得做就好了 想玩一下 我又覺得他真的有得做就未必會做 嘩 很嚴重 如果說回近方 我看看最近的新聞 孫軒說自己有年齡的憂慮 慘被經理人嫌棄 叫你轉行 他跟我說 你老了 肥了 嘩 真是 很香 當然香 孫軒其實是29歲 拿事後 現在已經51歲 他當年跟古天樂柏 這個刑事偵緝檔案4 除非 那個 Miss Mo 不記得了他什麼 Miss Mo 好像是Dudu姐 不記得了他叫Miss 總之 當時拿了事後 演技就可以了 沒問題 過去也做過很多很多角色 他說 在內地的訪問 大爆原來當年 肥田喜事就不是 胡亨兒做的 其實是想找孫軒的 但是因為最後他拒絕增肥 就推了一部劇 他說 因為我當時都成四十歲 我怕我自己身體會出現問題 我覺得 角色這麼突出 整個肚子突出 又有突破 但是我後來還是覺得身體比較重要 那麼我推 那你有沒有後悔呢 他說沒有 後來胡亨兒拍 他又年輕過我 那就好啦 胡亨兒原來是孫軒的 孫軒我又沒有跟他拍過 因為肥田喜事我也有拍過幾場 有幾場戲 他說 胡亨兒覺得這是比較好的選擇 他說基本上我工作大部分時間 覺得最重要是開心 所以就永遠跟自己說 如果你真的不喜歡 也不想做 就不要做 不要逼自己做這些事情 因為孫軒曾經有個甲撞線的問題 令到他面腫 就伸脹了 但是這個形態 似乎我還沒見過 在這個照片裡 可能他自己藏起來了自己 小見的 很腫 對 應該他 是不是說了 整天藏起來了自己 原來就不是 他說 因為這樣的身材 還有這樣的面子 工作量也大減 事業呢 其實陷入低潮 你有沒有以為我認識老闆之後 我真的是他老婆 跟他生了雙胞胎才行 你知道YouTube那些新聞幾厲害 沒錯 被經理人嫌棄了 走來跟他說 你看到你又胖又脹 臉又腫 這樣不行 你四十幾歲了 他說你這些年紀 開始成長 他用成長 肯定工作量就少了 因為主角就不到你了 除非這個戲是說那些四十幾歲的女人 後來可能是說這些說話打擊了我 然後跟我說 他說你老的了 你肥的了 你沒得做的了 你不要再做演員了 你去轉行做其他事情 那樣樣 真是慘 那孫圈坦然當時就受到打擊 不過很快就調節了心態 他說我接受 可能會工作不像以前那樣 但未去到一個地步 我要換另一份工作 他說我 不能夠再做演員嗎 我覺得自己還可以 那我就繼續走我的路 當然啦 關係已經不能再合作了 你這樣跟我說話 你經理人 對 你說到這樣 沒得做 你自己先走 你不是幫我 還走過來 我 他需要什麼經理人 他去簽股天樂就可以了 股天樂是一間公司 他又不是不熟 這些人說話 一個在無線的呂一 他回大陸又怎麼沒有工作 老就肥肥就肯減 何況他的身體 因為有問題 之前 對呀 所以 這些過去可以了 他說他不怕老 我很期待50歲 他說我可以享受之前 他之前做的所有事情,不是太憂慮年紀 他要坦然面對接受 他說29到30那一晚他哭出來 因為已經三字頭了 結婚的階段,但什麼都沒有 那怎麼辦呢?哭了 不過哭了很短的時間,幾分鐘就沒事了 他說39到40那一刻就說 他說我剛剛才開始,40歲是好的時間 到50歲的時候都習慣了 入行30年,他演戲第一 面臨談婚論嫁的二選一 當時他跟一個男朋友拍拖六年 去到談婚論嫁的階段 那時候男朋友說真的想跟我結婚 但你不能夠再做演員 因為一定要生兒子,一定要照顧小朋友 當時就問自己,如果今天選了那條路 你會不會後悔呢? 他答案很快,我一定後悔 所以就和平分手了 結不了婚就分手了 是不是? 他跟我顧天樂關係呢 他自己說,他說相處如兄弟 他認識太久了 我自己當自己是半個男人 然後他又當我半個男人 那就整個男人了 他對著男人 你以為我真的和他有對孖胎嗎? 對不對? 就這樣吧,情況 今天說完了 阿孫圈也很久沒見了 看看他接下來ViuTV拍得很好看 有什麼火花 對 這麼有趣的組合 我其實有一個女藝人 我都很喜歡看 叫做劉心悠 劉心悠之前在ViuTV有拍劇 我看了兩集我都受不了 裝化到五十六 他拍完戲 然後就剩下一段時間 然後又有電視劇 然後又沒有什麼聲音 即是說劉心悠嗎? 是啊 不是啊 你ViuTV有時候有些東西拍了出來 有些位置是差一點 但是他還沒抓到那些節奏 嗯 是啊 最慘的是他真的 不會搞宣傳的話 真是奇怪 做錯了 可能 真是很奇怪 很簡單的嘛 你隨便找MIRROR十二次 隨便一個走出來 今晚九點半有得看什麼什麼 記住看啦 是啊 他的廣告 他做節目巡禮的宣傳每日 今晚九點半有些什麼 那是不是 你什麼差都 總之覺得他還沒夠 好奇怪 好奇怪 不要說那麼多 待會說要招聘你OK仔麻煩 麻煩了 就這樣先 拜拜